文、李娜则编 刘佳在四季向5G演变的过程当中 基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随着5G网络的持续建设 5G业务场景逐渐从室外转向室内 而小基站作为红基站信号的有效补充 有望迎来市场机会 国内厂商中 华为、周星通讯等厂商的5G小基站 基站芯片主要用于自身业务 但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 以及国内对自主可控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芯片厂商 投身于小基站芯片的研发 从融资通道来看 今年1月 南京创新惠联技术有限公司 宣布完成数亿元币轮融资 带轮融资由易达资本 鼎辉投资联合领投